等一下 十點的時候呢 我就要走過去對面 去吃小陽生煎 不管我今天就是要瘋狂的吃 提供我這十四天來 少吃的食物 今天呢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今天我終於結束隔離了 我終於結束這十四天的旅程了 其實這十四天說長不長 說短也不短啦 但是我終於熬到頭了 我覺得現在有一種像是要畢業的感覺 待會呢我一定要先去吃一頓好吃的 然後喝一個好喝的 反正現在先廢話不多說 我要先下去解除隔離了 我會想念這裡的 陪我待過十四天的地方 我覺得我會懷念這一段日子的 現在已經程序都辦好了 然後我在酒店等我的車子 現在到我這幾天要住的酒店了 因為我沒有打算要馬上回深圳 我要在上海再玩幾天 解除隔離的時候 工作人員會發給你一個這個紙袋 裡面會有兩個文件 一個是解除隔離的證明 然後一個是核酸檢測的證明 這邊提醒大家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如果解除隔離之後你要找住宿的話 因為現在的時期比較不一樣吧 酒店會管控的比較嚴 我建議大家如果要住宿的時候 記得要先去問那間酒店搜不搜台灣的 因為有些酒店不接外賓 先打電話去問在定住宿 不然就會發生很尷尬的事情 還有就是那個健康碼的部分 出入公共場合 有些會要求你要出示你的健康碼 健康碼也是可以在支付寶跟微信申請 哪一天申請都可以 像我是在隔離的時候 我去申請出來的是紅碼 隔離最後一天的時候變成了綠色 綠色才可以就是是安全的 一切都蠻簡單 而且都會有工作人員引導你怎麼做 我現在我就要出門去吃東西了 隔離完之後我說實話 連空氣我都感覺是甜的 怎麼會這樣子 現在要去找尋星巴克 隔離結束之後的第一餐 其實我本來打的如意算盤 是說我要拿著星巴克去吃小洋生煎 但是沒想到小洋生煎十點才開 可是現在才早上九點 但是我已經餓到受不了了 虧為十四天 終於喝到真正的咖啡 等一下十點的時候呢 我就要走過去對面去吃小洋生煎 不管我今天就是要瘋狂的吃 逼補我這十四天來少吃的食物 我都要在這幾天內把它吃回來 對 突然又有一種那種就是很不真實的感覺 就是我現在坐在這邊然後喝著咖啡 我要錄一個我在喝星巴克的影片給小洋看 希望會有人懂我的奇奇怪怪可可愛愛 我現在來吃小洋生煎了 小洋生煎 今天是我在上海我覺得最好吃的 雖然說我也有吃過小洋生煎 雖然說我也有吃過小洋生煎 大湖村就在這裡 但是我選擇了小洋生煎 今天能說 這個除隔離的第二天 我打算要自己在上海這邊逛逛 我想要去武康路那裡 因為我覺得武康路現在這個時候超級漂亮的 然後去那邊吃一個早午餐 前面啊 歸政運動 這個部門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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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我就有来过 然后我觉得他们家最好吃的是 颐粉 就是因为现在太热了 然后我又坐在室外的位置 真的不是很适合吃那么热的东西 我可能會吃不完 就是一個人出來的壞處 就是沒有人幫你分擔你的食物 吃飽了然後真的好熱 我現在已經後悔沒有帶一把陽傘出來 然後現在外面太陽超大 但是我還蠻喜歡就是這邊的環境 它就是一個陸天的brunch 雖然戶外的地方沒有冷氣 但它裡面還是有冷氣 現在呢我差不多要去逛crunch的實體店 這也是我這幾天在上海必做的事情 然後我今天穿著brandy 然後我要去逛brandy 然後再買brandy 超級喜歡這一條路的 brandy就在這裡 這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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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件還不錯看耶 我要花錢了嗎 這個好像就還好 因為它裙子有點太長了 再來就是一件小吊帶 完蛋了 這一件我也覺得很好看 怎麼會這樣 怎麼辦 怎麼每一件都想買啊 我又要不要買 可是我真的覺得很好看耶 其實我一開始看到它 然後我就是打來試試 就沒想到它在我身上 我穿起來這麼好看 換回我自己的衣服了 然後 我真的覺得 我從踏進這間店開始 就是一個錯誤 為什麼會 就讓自己的荷包又失熟了 最終呢 我還是買了 我真的抵擋不住誘惑 我就是個 經不起誘惑的人 啊 就花錢了 有一間 我之前跟大家說過 上海有一間超級好吃的螺絲粉 因為呢 午餐吃了人均一百多塊 然後又買了一件衣服 晚餐就必須節省一點 在陸家嘴那邊 然後想說先搭地鐵去那附近 晃晃然後再去那邊吃晚餐 天氣超級好的 我想要去那個 東方明珠下面的那一間喜茶 今天現在人都超級少的 第一次看到這邊人這麼少 因為上次參加活動就有來這邊 結果人超級無敵多的 今天喝這個 酥肉梅隆瓜 我在想梅隆瓜是不是想瓜 所以喝起來就是薑瓜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很好喝 我要拍點小流汗 不停 第一句說真的人真的好少 以前我印象中的東方明珠真的是人爆多 然後現在真的都沒什麼人 去吃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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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絲粉了 耶 因為其實我今天中午沒有什麼胃口 我也沒有把午餐那個吃完 但是那個又好貴 自己超浪費的 有人幫我拍 只好自己拍 那間店在一個超級無敵 旋的位置 那找到那間店不是很容易 其實我也不確定我現在還記不記得 因為我每次來每次都走錯然後找不到 但是呢我剛剛已經先看過了 看網路上的那個攻略了 我現在大概知道怎麼走了 我現在大概知道怎麼走了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超豐富的 真的是全上海最好吃的螺絲粉 維他奶跟螺絲粉是絕配 跟之前一樣好吃 真的最近真的很好吃 那大家真的要來吃 之前我來也是人超級多 但是因為現在還沒有到飯店 現在才五點半而已 所以人就沒有很多 現在吃飽了 然後我要回家了 現在回到我住的酒店了 然後就是有很多人有私信我說 現在大陸的疫情到底怎麼樣 然後嚴不嚴重啊什麼的 其實我說一句真心話就是 其實我覺得大陸的防疫做得還蠻好的 境外的人只要一路徑 都是要被強制隔離14天的 核酸檢測呢總共要做兩次 一次是在機場做嘛 然後第二次是你快要解除隔離 大概12天的時候 他們會來做一個核酸檢測 所以等於說 你做了兩次核酸檢測 兩次核酸檢測都是正常的 你才可以離開嘛 還有一點就是 每個城市都會有每個城市的健康碼 你要出入一些那種公開場合 有時候你是會被要求出示你的健康碼 就是你的健康碼要是綠色的 你才可以進去那個室內啊 然後這邊搭乘那種大眾的交通工具 還有那些室內都是被強制要求戴口罩的 所以我覺得以上海來說 這兩天我玩下來 其實我看到就是大家都有乖乖戴口罩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家不要想像的太可怕 要來的朋友們就不用太擔心